我刚才在那池子里喝一肚子水 还让我喝东西 我特地给你点的 你必须喝 好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肚量 今儿有个双目胎哥哥叫陆海 是个警察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假如 他是金羊 那么陆海为什么要假扮他 为了复仇 换句话说 你的那个新郎官 他就不是一只羊 而是一只狼 游泳这事可真不容易 你看什么呢 我看你腰上的疤呢 上次 你为了救我 不小心把腰伤了一下 本来那是个纹身 是吗 我见过吗 肯定没有 因为我骗他们说 这纹身被伤疤给取代了 他们都信了 是 其实呢 我要是说出来 你肯定会杀了我的 说吧 本宫恕你无罪 让我给洗了 干嘛洗掉 为什么不让我欣赏一下 哎呀 因为这上面啊 闻了一个柔字 林家柔的柔 后来我不是遇见你了吗 我怕你生气就把它给洗了 不然你看你还不跟我急啊 嗯 我生气了 你看 我就说我不能说实话吧 你别生气了啊 好 我可以不生气 但你给我唱首歌 我就原谅你了 好 没问题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我的成名曲 另一个你 不 我不要听这首 我要让你唱 你第一次给我过生日的那首歌 外面的世界 不是这一首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小小鸟 也不是这一首 北极 北极 不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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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也不是这一首 我的天哪 我真有点急不住了还 是吗 你第一次过生日给我唱的那首歌 你觉得你应该忘记吗 不应该啊 珊珊 我这不是吸那个东西 把脑子给吸坏了吗 现在刚恢复 我真是急不起来了 你就别考验我了 你燃烧我这脑细胞啊 刚才啊 这游泳池的水加这饮料 我真受不了了 我先上个厕所啊 你等我回来 回来咱们再监视 你忘了 这不就必须不需要 我找到了 我们想到这儿 这个牍 不用了 用了 我现在就有什么 你怎么回来 都是假的 您觉得 我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吗 适合呀 你要知道 你的祝福 对金阳来讲很重要 我不知道金阳是谁 别逗了 美女 这人又不是脚上穿的鞋 我就不相信 你一抬脚能把人忘得一干二净啊 我再跟你说第二件啊 我今天来啊 是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 你可能不知道 金阳啊 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叫陆海 我现在就怀疑 我老妹嫁的不是金阳 而是她的哥哥陆海 你跟金阳好过一段日子 你就没发现 最近金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你说他不是金阳 那真的金阳上哪儿去了 还能上哪儿去 死了呗 你干吗咒他死呀 我不是咒他 我就是推测一下 有你这么推测的吗 也许你死了他都不会死 好好好 我说错话了 金阳没死 金阳他寿比南山行了吧 咱言归正传啊 我记得以前你戒毒的时候 有一次情绪失控 你说金阳不是金阳 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你疯了 可现在回我头来一想啊 你没疯 是事出有因 没错吧 当时我是疯了 可现在是你疯了 你不就是担心 我会破坏他们婚礼吗 你的心里也太扭曲了吧 我告诉你 我宁愿金阳娶别人 我也不希望有人咒他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请你出去 请我出去 你没搞错吧 这是咖啡厅 不是你家 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你听我把最后一句话说 不是 你疯了 你们女的怎么变脸 比脱裤子都快 魏总 这杯咖啡是我请您的 我乐意 请你滚出去 如果你还不走 我会请你喝第二杯 你 看你妈看 你就是个女的 行 我希望你不是在演戏 你 你 唉 重置 今天外面车堵 咱们早点走吧 好 koş 机票的时候别忘带了啊 好 我检查一下 今天我碰到张大文了 你认识张大文 认识啊 他是你的主治医师 我经常跟他打听你的病情 能不认识吗 之前他还找过我呢 他找你干吗 我们住在小林家的时候 他还特意上门 教我给你做食疗 今天我去扫墓 我正好打车呢 又碰到了他 还是他开车带我 去了烈士林园 他知不知道 金阳有一个双国台的兄弟 知道啊 我跟他说的 我说啊 对了 今天在烈士林园的时候 他老打岔 而且使劲地贬低金阳 可讨厌了 他不是跟金阳有什么过节吧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回嘴了没有 我回嘴了 我跟他说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不能说实话 我说了 你说什么了 来 坐下 一个都不露的说给我听 我有两个儿子 陆海和金阳 在普通人的眼里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墓碑之后 三尺之下 躺着的究竟是谁 难道 是金阳 是金阳 是金阳的哥哥陆海 可是今天 你让我有点失望了 作为一个医生 一个人的归贱尊碑 难道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你给人看病 是对症下药还是对人下药呢 众生平等 你不知道吗 知道 陆海牺牲了 有他牺牲的价值 金阳活着 它有存在的意义 你贬损我的儿子 就是在贬损他的母亲 你知不知道 说话大传气 吓死活人了你 我是干什么的 唱金阳大鼓的 什么戏我没唱过 你就差一点点 就把实话说出来了 幸亏之前你提醒过我 要提高警惕 今天张大文一句话 我就觉得奇怪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你儿子是烈士 正好我也沾样沾样 我又没告诉过他 我的儿子是烈士 他打哪儿听说过的 所以我能不多个心眼吗 你把旗派退了吧 你不能回北京了 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 原来张大文认识你 你看我得了脑瘤 你一门心思地想照顾我 你突然回了北京 他能不怀疑吗 张大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别表现出来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白衣天使 今天太玄了 你必须要留在我身边了 我先和你越发三张啊 第一 要严守秘密 第二 要身举检出 尽量少接触外人 第三 不该问的事 一个字都不能问 活的是金阳 那个金玉兰 该不会是骗你吧 她一个家庭妇女 还能骗得了我 那万一要是 陆安明和金阳串通一气 合伙把金玉兰给蒙在鼓里呢 几率应该不大 一个妈连自己亲儿子 还认不出来呢 话是怎么说呀 不过我还是要一定看到铁证 那倒也是 珊珊 龙叔 给我带来什么小礼物了 龙叔 这是金阳 不 假如他是金阳的话 这是他刚刚使用过的吸管 应该能够提取出他的DNA 至于这张卡 他曾经做过骨髓捐献致远症 骨髓库里有有他的血样 我相信道文应该有办法能够把它提取出来 你确定骨髓库里的样本 是金阳的不是陆海的 我刚认识金阳的时候 有个工艺团体在酒吧里搞骨髓间线活动 那时候金阳在酒吧助唱 所以就主动参加了 后来那个团体把骨髓捐快递到了酒吧 我就替金阳接收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而陆海 死于八个月之前 看来你也在怀疑他吧 我说过 龙叔您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您怀疑谁 我就怀疑谁 我还真把你给看低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 结果出来的时候 希望您能第一时间通知我 没问题 到时候 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 老陆 情况不对 怎么 来 你妈在厨房做饭呢 零五双 去吧 我妈今天不是回北京了吗 你先说 哪不对劲 别提了 今天啊 吉珊珊约我去游泳 往盯着我这腰上看 怎么回事呢 金阳在这个位置上有个纹身 我只能先下手围墙 我主动跟他提这个纹身的事 联蒙带哄吧 反正总算是应付过去了 不过后边更麻烦 他让我给他唱歌 唱什么歌呢 他跟金阳第一次两个人过生日时候唱的歌 你唱对了 你唱对了 怎么可能呢 我只能继续的联蒙带哄呗 他怀疑你不是金阳 那他以为我是谁 他 包括张建龙 都已经知道 金阳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 你确定 你妈今天去烈士陵园 半路上遇到了张道文 她也跟着一块去了 你妈一边扫墓 她在旁边 不断地试探 你相信这是一种巧合吗 你先别说话啊 你让我捋捋 金阳对林佳柔 肯定是使万中气的 对吧 所以不管这个金阳 是不是冒牌祸 林佳柔都没有必要去维护她 没错吧 林佳柔这个女孩 单纯地像一张白纸 所以她绝对不会骗我 就算她想骗我 她也骗不了我呀 你动摇了 我没动摇 我的意思是说呀 咱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但是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呢 金阳是真是假 她的DNA样本会告诉我们结果的 你找到她DNA了 我已经交给龙叔了 不是 老妹 你这转变的有点太快了吧 之前你对金阳可是深信不疑啊 今天我故意试探她 让她给我唱第一次给我过生日时 她唱过的那首歌 结果唱了十几首都不对 她的解释是说 吸毒把脑子吸坏了 这个解释也合理 这吸毒的人隔天就忘了 她到底唱的哪首歌啊 她第一次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唱过歌 没唱过歌 连这个都记不住的话 这问题可真是大了 来啦 来啦 江柔 妈 我在做饭呢 进来吧 我就不进去了 你能帮我给金阳传两句话吗 她就在屋里呢 你自己跟她说吧 你可能也不是太想见她啊 那我帮你带话吧 还是当面说吧 我不想逃避了 你帮我去叫她吧 你进来吧 你进来吧 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进来吧 进来吧 你找我有事啊 是灵二 小灵二 好久没见了 陆叔叔 金阳 听说你要结婚了 恭喜你 你听谁说的 是卫元告诉我的 卫元找过你 他来给我送喜帖 我没有收 你放心吧 婚礼我不会去的 我也不会去搅局 只是 你没必要说那种瞎话吧 我说什么瞎话了 卫元和我说 你有个孪生兄弟叫陆海 真正和齐珊珊结婚的是 陆海不是金阳 真的金阳已经死了 金阳 走到现在这一步 我除了祝福还能怎样 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穷凶极恶吗 让你吓得都自己诅咒自己了 金阳为我变瞎话 什么 对 我没变瞎话 我从来都没说过瞎话 我跟你这么说吧 肯定是卫元那孙子信口开河 我这就找他去 哎 哎 金阳 金阳 跑什么跑 站住 我得赶紧找卫元去 你找他干嘛 我得反咬他一口 到大一趴 你简直昏了头了你 我问你 卫元找林家柔 找到我偶遇你妈妈 其他这变着花样的试探你 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双胞胎身份已经暴露了 他们开始怀疑我不是金阳 而是陆海 那你还自透露我 计划终止 什么 终止任务 我问你 我问你 那批不翼而飞的毒品 咱们拿到手了吗 还有 张建龙他们省制依法的证据到手了吗 最关键的是 整个毒品销售网络 端掉了吗 都没有吗 这个时候终止任务 你甘心 我可不甘心 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就莽撞了 爸 这不是莽木莽撞的问题 他们有理由怀疑我 我就有理由打消他们的怀疑 就算你这次蒙红过关了 你能瞒多久 只能包着火吗 能 灯笼 要是把灯笼打翻了 你就玩火自焚了 人烧我自己 照亮全世界 我光荣 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 不放着我 他想过去 你 任何个人情绪 我知道他骑虎难下 可我看上他跟秦珊珊 忙着筹备婚礼 又是发席帖 又是订酒席 还买钻戒的 就心里特别不识滋味 我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 我不能再失去他第二次了 理解 毕竟你才是他真正的未婚妻嘛 师父 我跟你保证 我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我也想你保证 我绝不会让你第二次失去他 情况有些人的变化 张建龙卫元齐珊珊 都怀疑他不是静阳 而是陆海 别纠结了 先喝点东西 哥 我烦着呢 我喝不下 这个是醒老明目的 我炖了三个小时呢 喝点 喝点啊 有助于看清金阳的真面目 哥 你真的别劝我了 吃不下 不是 你听 谁啊 来了 你咱俩都说你呢 你咱俩都说你呢 你看清楚点 我不是金阳 那你是谁啊 还用问吗 我是金阳的哥哥陆海啊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你问你哥 他都知道 他是太白金星 我知道什么了我 你不知道啊 那你跟林佳柔嚼舌头 他都告诉我了你知道吗 你赶紧把你这胡子刮了吧 流胡子碎嘴子 你说话放尊重点啊 行 金阳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的亲兄弟 没错吧 那你干吗不主动交代啊 我还主动交代啊 你家里死过亲人 你主动交代吗 话又说回来了 我怀疑过你吗 你现在说到我 我哥哥去世了 我断了手足 我还得满世界奔走相告 我神经灭霍啊 金阳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什么呀 你怎么相信我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上回在那游泳池边上 还让我给你唱歌 唱什么第一次过生的歌 有意思吗 我反应都算是慢的 我现在我才反应过来 你听我解释 免了 平时说的天花乱坠的 好 这背地里拿我当贼房子 是不是 是 莎莎 咱们还没结婚呢吧